与3300万个确诊病例 60万人死亡 在这场全球新冠肺炎抗疫战中 美国无疑是应对最失败的国家之一 但在这些震撼人心的数字面前 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失职贤有反省 反倒热衷于推动病毒源自中国实验室的谬论 事实是疫情发生后 中国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 第一时间分享病毒基因事例 更早已开放世卫组织专家组 展开病毒溯源工作 反观美国从2019年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泄露事故 到同时期爆发的电子烟疾病 从精准预测展开多场疫情演习 到多家权威机构指出 病毒2019年12月即在美出现 在新冠素养问题上有太多的疑点 有待美国政府给全世界一个交代 早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成立之前 德特里克堡就是臭名昭著的 美军生化武器研究中心 就连美美都毫不会言地 称起为美国政府最黑暗实验的中心 汪文斌指出 美国媒体披露 德特里克堡存放着大量 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 并且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和漏洞 据专家分析 美国遍布全球的200多个实验室分布 同近年来一些危险疾病和病毒蔓延 使发地分布情况非常相似 联系到上述美国军方 与731部队互相勾连的历史 我们很想知道 美国在境内外开展 生物军事化活动的重重议员 什么时候才能揭开 美国什么时候 能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2019年10月18日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健康安全中心和世界经济论坛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合作举办了名为 事件201的高级别流行并演习 在新冠疫情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之际 不少网民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质疑 对于新冠病毒 美国好像首个剧本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在2019年进行的病毒演习 还不止这一场 当年另一场由联邦政府 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参与的大规模联合演习 直接模拟了一种起源于中国的病毒 在2019年1月至8月间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举行了一场名为赤色传染的演习 按照美国政府的预设 这种呼吸道病毒使于中国 由发烧的旅客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美国 首名感染者在芝加哥被发现 47天后 世卫组织正式宣布了这场流行病 最终1.1亿美国人感染病毒 770万人出院 58.6万人死亡 这场演习堪称全国动员 涉及美国至少12个州 以及包括五角大楼 退伍军人 事务部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的 十多个联邦机构的官员 明明在新冠疫情爆发前 举行了多场演习 为何在疫情发生后 美国政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而是消极应对 直至3月13日 才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美国政府的行为实在废以所思 如果上述报道属实 为什么美国能在2019年11月 就能得知中国爆发冠状病毒 还提前告诉了以色列和北约 如果美国早已知情 为何他们在疫情出现要淡化疫情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政客们一边污蔑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 一边还担心起这种污蔑 会反噬到美国 美国《名利厂》 在这6月3日就发布长文 在多方采访的基础上披露 美国政府围绕 新冠病毒素颜问题 出现了内部分歧与激烈内斗 以避免外界对美国政府 长期资助功能增益实验一时 产生不受欢迎的关注 而这将揭开一贯装满如虫的罐头 牵扯到一批官员与科学家等另一群体 在新冠素颜问题上 中国一贯本着开放透明的态度 同世卫组织开展合作 以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进行素颜研究 专家也到访了 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内的各类生物实验室 反观美国 对于与德特里克堡相关的猜测 美国政府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回避 如果美国足够自信 什么时候可以邀请世卫专家去德特里克堡 看一看 德云